天壇影城7月10號舉辦2016電影薩麗營 今年欣賞的電影是動畫片《寵物當家》 優質的劇情內容希望讓每個孩子 能從中學習到愛護生命、尊重生命的重要性 天壇影城7月10號舉辦電影薩麗營 今年欣賞的電影為動畫片《寵物當家》 逗趣暴躁的劇情內容 描述關於主人外出時寵物在家的趣味生活 那也是提倡說希望小朋友可以愛護小動物 還有就是希望說可以以羚羊代替購買 對 然後讓他們能了解說這個電影的意義 為什麼想看這部電影啊 因為我上次來過 而且我不知道這部電影的演什麼 還不知道這部電影的演什麼 對 而且預告片還滿有趣的 她的劇情代言什麼 她的劇情就是人類刨棄他們 然後動物們都要那個報復人類 同時在電影結束後 天壇影城也安排小朋友 進行有趣又歡樂的秀真屋DIY 這一次課程也特別針對電影寵物當家內的 劇情場景來做設計 那運用不同的質感材料 把電影的虛擬場景 轉化為生活化的現實空間 讓小朋友可以培養耐心 也能發揮想像力 好看又好玩的天台影城 電影薩利盈 每年都會固定於暑假期間舉辦 希望能夠在漫長的暑假時光當中 為小朋友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記者陳明輝代華三重採訪報導